大家好我是宝君 南海发现家里顿顿都是美味的肉菜 但父母却从来没有买过肉 背后的真相让人不寒而栗 一部经典老电影 吃人爸妈 一起来看看 荷兰蒂跟着爸妈搬到一座新的房子 每一次搬家 他都要换索新学校 当晚老妈肉食 就做了一对逢生的晚餐 主菜也就是各种不懂烹饪的肉类 荷兰蒂没有任何胃口 也慢慢都肉类 产生了一种莫名抵触的心理 有时候晚上睡觉 还会摸着一些血型的场面 来到一个新的学校和班级 荷兰蒂明显有点不太习惯 除了他之外 班上还有另外一个转校生 奥妹 两人年纪也差不多 很快就熟了起来 只是奥妹发育的比较急速 从身高方面来看的话 荷兰蒂真的就是一个弟弟 在一次睡觉的时候 荷兰蒂发现天荒板上 有一条裂缝 肉食告诉他 那是因为燃气管道 发热膨胀造成的 之后就哼着荷兰蒂睡下 但是荷兰蒂这人 比较形细敏感 长夜慢慢直下 无心睡眠 打算去厨房搞点宵夜吃一下 意外发现爸妈 好像在那里吃什么生肉 鱼瞬之类的见度了 牛肉生竹肉生什么的 荷兰蒂还是第一次见 一时之见 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肉食干嘛将它包进房里 再次哄了起来 老师在课堂上 布置了一份作业 要求所有同学 化出爸妈最真实的样子 荷兰蒂又不知道 老爸老妈 到底是怎样的人 直接在本质上鬼哈服一番 老师怀疑他 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 于是叫来肉食询问了解 心理老师前补 从肉食口中得知 荷兰蒂从不喜欢任何肉类 就连甜点什么的 也是很少吃 之后前婆叫来荷兰蒂 许问那幅画的事情 荷兰蒂非常不按常理出版 只说看到有关爸妈的东西 就会恐惧害怕 杰克从事从不写有关的工作 经常会接触到一些 无人认领的尸体 家里冰箱的肉类也越来越多 只要是含新鲜的 肉食就马上加工成肉厂 在第一时间 浩浩享用一番 荷兰蒂不明白 为什么冰箱里一直都有肉类 两人只好告诉他 那都是之前剩下来的 荷兰蒂直接一副 我心里一个鬼的表情 一次荷兰蒂带着奥梅 来到家里的地下室玩耍 这个地下室 是荷兰蒂的禁地 杰克之前叮嘱过他 不准一个人去地下室里 两人最后玩嗨了 还玩尽了冰箱 结果被杰克发现 严厉的批评交易了一对 荷兰蒂身性敏感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偷偷留到老爸工作的地方 发现家里的肉类 这也是老爸从事实上搞来的 一想到每天的肉餐来自于这些食事 荷兰蒂差点就在晚饭的时候吐了出来 趁爸妈已经熟睡 一个人偷偷留到地下室 发现了一把带小的菜刀 以及还没来得及处理的肢体 下来他就当下立刻马上回到房地 随之老爸已经等候他多时 简单巡问一下之后就离开了 前婆再次找荷兰蒂谈话 意外问出了他爸妈吃生人肉的事情 留到地下室一看 果然有一具变色的尸体 只是他今天运气不太好 刚好遇上杰克回到家里 一言都来不及说出口 就成了考虑里的一块块肉材 荷兰蒂决定大意灭情 一刀扎进老爸的胸口 杰克怎么也想不到 会是这样的结局 路着荷兰蒂留到地下室 打算将他也做成肉材 肉丝打死都不同意 趁机在杰克背后试了一刀 而若是最后又不小心刺中了自己 两口子就这样 携手踏上了黄泉之路 福大命大的荷兰蒂 后来和爷爷两奶住在了一起 只是他不值得 这老两口也是吃惯了生人肉的 全篇结束 看完工 我只想说 一边上月1989年 全篇下来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高低起伏 逻辑混乱 杰柱也是慢得像蜗牛 没耐心看的人 估计分分钟睡着 作为我使人肉类的恐怖片来说 至少在我看来 是不及格的 有够无聊